縣府目前委託安置在各社府機構的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游民以及兒少院民共有778會 此次核發每人1000元慰問金以及選購財團法人、接觸教會、台中教區副社、台灣省私底慈愛教養院禮盒 希望院民感受到縣府以及社會大眾的關懷與重視 徐先生表示在機構居住的弱勢因經濟狀況較差也無家人照顧 因此有縣府委託安置在安養機構 縣府每逢三節都會連結社會各界關懷力量 募集、民生物資以及經費將愛心送到社府機構 希望讓他們感受到縣府及社會的關心 在南投縣我們有778位可以說是無依無靠的老人 或者是低收中低收入 那在這個經濟條件比較不允許的情形之下 包括也沒有家人可以照顧 那都有我們縣政府來做安置 那當然我們也在南投縣很多的這個安養機構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分配 希望他們在這個後半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 那在端午節的前夕我們縣政府也相當的用心 為我們這些所有的長輩準備了端午節的禮金 一個人1000塊 同時也贈送了一個端午節的禮盒 希望讓這些長輩吃甜甜 當然也感受到我們政府會對他們的關懷記憶 那因為這些長輩很多是沒有人沒有家庭可以照顧的 所以我想縣政府我們在端午節的前夕 特別在三節我們都有這樣一個慰問 那希望能夠讓這些長輩感受到在這個社會上 還是有很多人關心他們的 來鼓勵他們給他們加油打氣 這些長輩今天看起來也相當的高興 那我們今天在我們的吉康護理之家 也謝謝他們所有的醫護人員可以說非常的用心 對我們這些長輩都是無為不至的照顧 我相信有他們的這個專業的照顧 加上政府的關懷在我們南投的這些長輩 可以說是也能夠非常的有尊嚴的來這個 在他們的下半輩子有得到更好的照顧 吉康護理之家負責人李世慧說 縣內臨床者非常多 尤其偏鄉欠缺資源照顧 在政府社會福利政策不斷的提升下 院內老人都接受到優質的照顧品質 感謝許縣長段午節前先至造訪未婚 院內的長輩都非常高興 記者團員臨床分證採訪報導 謝謝